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Focus企业企业经营盘柜 这个系列的产品主要定位人群为中小型企业 例如自媒体工作室、影音工作室、机关单位等 我们提供了二、四、五、三种盘位一满足不同的容量需求 同时每个盘位又分为带证点功能以及不带证点功能的版本 顾客可以根据对存储方式要求的不同做出不同选择 接下来我们将会以这款一盘位带证点功能的型号FS5U3为例 对产品进行详细介绍并对产品实际操作进行演示 这款硬盘柜采用高品质深风挥铝合金打造 整体成为低调 外壳铝合金厚度达到4毫米 坚固难用能够很好地保护内部设局 硬盘柜前后都设置有大面积点阵型散热孔 配合内置的80毫米进行风扇提供了非常强大的散热能力 硬盘安装采用的是拖架式设计 向左轻暗后即可抽出拖盘 我们可以看到拖盘上有固定2.5英寸和3.5英寸硬盘的螺丝孔位 所以是能够兼容两种不同尺寸的撒打硬盘的 单个硬盘最大支持到了10年最高的16TB 5个盘位也就是80TB 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小企业的存储容量需求 为了应对超大容量硬盘的正常启动的运行 我们配置了150瓦超大功率内置电源 使之可以轻松应对长时间大量数据的传输与存储 平时我们只需要连接数据线与电源线即可使用 高别的笨重的电源适配器 工作桌面也更加专解 硬盘柜的背面部分呢 拥有AC电源接口 电源开关 能够支持5Gbps传输速率的USB3.0 Type-B接口 以及正面设置拨感及正面设置的SET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型号除了支持普通模式外 还支持RAD0,1,3,5,10,刻本,JBOD 和我们7种RAD模式 下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正面的设置方法 我们以RAD5为例 依照背部贴纸的指示将拨感调整到对应的正面模式 然后使用细针按着SET键 同时接通电源 约10秒后 待听到风银声即可松开SET键 RAD设置成功 然后在磁盘管理中 对新磁盘进行格式化后 即可使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设置其他RAD模式时 需要使用上述方法恢复到普通模式后 才可设置成其他RAD模式